续说 它是否真能指示我们解脱人生的烦恼痛苦 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宗教首先要知道的课题 因为我们信仰宗教不单是暂时求得精神上的寄托 心灵上的安慰 而最高的目的是了生托死 离苦得乐 所以当我们信仰宗教的时候 要首先知道它的教主是否有历史可考 人格是否已真完美之境 自信是否已经清净 本身是否已经解脱 这些问题都不容许我们忽视 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公元前463年的4月8日 降生的地点就是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 这是在中外历史上均有记载的 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把佛陀看作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 也不可以把他视为是悬想出来的上帝 他有出生的时间 更有生养他的父母 他经过了多年 寒心如苦的修行 终究成为一位大智大觉的完人 这是中外的学者 宗教家 所一致公认的 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 生长在人间 成佛 意在人间 他是我们长夜漫漫的人间会灯 他是我们苦海茫茫的人间周航 他的人格已经达到最完美的境地 他的自信亦是清净不染 他解脱了世上一切束缚烦恼 他已经远离了人生的生死痛苦 他注释说法四十多年 告诉我们求得解脱的方法 只是我们阴行的大道 他所留在这人间的佛法 无一不是从他大智绝海中流露出来 无一不是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 我们投归在佛陀的怀抱之中 既可以把佛教当一种宗教来信仰 也可以把佛教当一种学术来研究 同时创立佛教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更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做人的最高模范 旧世主释迦牟尼佛 佛是世间上最崇高伟大的圣者 佛教是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宗教 佛教流传至今日 虽然已遍及全球 但遗憾的是 宣扬圣教的教徒都重在玄坛 而忽略了佛教硬化在世间上的精神 理论超过现实 都没有体会到佛陀注释的本怀 唯有发扬佛陀 绝人救世的精神 佛教才能更令人 有所敬仰 有所效法 佛陀注释时的印度社会 很多人都以为 今日学佛的人是逃避现实 消极避世 这实在是误解了学佛的本意 佛陀所以出家修道成佛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解救自己 生死苦恼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是为了救济被压迫的人民 我们如果知道救助释迦牟尼佛 注释奋斗的经过 一定就会明白 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 慈悲的革命者 他革命的对象 一是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 二是没有究竟真理的神权宗教 三是生死循环不已的自私小我 说到革命问题 世界上伟大的革命者 其数虽多 但那些革命 与佛陀的革命精神 使有天地的悬殊 一般的革命家 虽然标榜着为民的口号 但人民并不因此而得到幸福 因为他们革命是源于称恨敌人 所以用出的革命手段都很残忍 唯有佛陀的革命 完全是由于慈悲心肠的激发 他的革命是用慈悲 富户一切 感化一切 他不用暴力 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 大都是自下而上的 他因为感到自身的不自由不安乐 才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 所以就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 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 他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 他本是贵为王子之尊 过着忧郁的生活 照理他是用不着什么革命的 但他看到很多遭受压迫的民众 为了公理与正义 他不能不摆脱王子的虚荣 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 来为那些被压迫的可怜的人们 打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 而没有向内革命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向别人革命 而没有向自己革命 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 他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私的小我 都有生死之源的烦恼无名 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他不得不向武裕荣华富贵革命 舍离一切的碍然 去过平时的生活 这才是究竟的革命 讲到佛陀革命的对象 第一就得先要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的组织 第二要了解当时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 第三要了解自私小我的可不 关于当时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 在下面一章我们会说明 向自私小我革命 这在本传里处处都有说到 现在先来叙述当时印度社会的组织 原来在三千年前的印度社会 因为职业的分化和种族尊卑的观念 形成了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虽然同是征服者 却又有贵族与平民的划分 被征服者那就是被公认的建族 他们就是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所谓奴隶一族 征服者中第一阶级是婆罗门 这就是古印度的宗教徒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巩固 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 把印度的社会分成四个阶级 他们自己列在第一 他们的权威横暴 都靠了一卷魔奴法典 其他阶级的种族 要无条件地信奉和接受 由于印度当时产生了这一种特殊的阶级 素来游牧人民 那悠悠春梦似的生活 像在碧波海水上漂浮的小船被击沉了 婆罗门用碑下的仪式 祭礼 泛咒 向加索似的 束缚了五印的人民 第二阶级是差地利 这就是与婆罗门同样被尊敬着的王族 这些王族就和我国当时封建制度下群雄割据的时代相类似 自古的国王都是世袭家的天下 国家的土地财宝都好像是王族的私有品 别的人民都好像为他们服劳役而生的 印度社会也不会例外 第三阶级是废舍 这在我国就是所谓农工商的阶级 他们受婆罗门和差地利权势所压迫 连受普通教育的资格都没有 那是多么的可怜 第四阶级是守陀罗 他们是被征服者 他们被公认是为了十一奴隶而生到这时间来的 婆罗门说 他们是出道人间来受生 是一种最下贱的人 在婆罗门金科玉律的摩奴法典里 第八章第270节及272节就有这样的记载 出生的人就是守陀罗 假若他们以骂利的语言侮辱再生的人 那就要断他们的舌头 假若他们举再生人的名或姓出来侮辱 那就要用烧红的铁针插进他们的口中 假若婆罗门的指示他不接受 那王者就可以命令用热油灌入他的耳里或口中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守陀罗地位的低落和生活的悲惨 这以上就是印度当时的社会状态 农工商以及当地的土人 在婆罗门和刹地利的支配压迫之下 心中的怀恨是不难想象的 教主释迦牟尼佛 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阶级悬殊的社会里 他自己虽是刹地利的王族 但他并不想用刹地利的权威去统治人民 压迫人民 相反的 他用慈悲平等的真理 毅然向阶级森严的社会宣战 关于这个事实 后来到他成道时就有证明 他在菩提树下出城正觉的时候 就发出了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平等主张 后来又有四姓出家 同为世事的四海杰兄弟的宣言 佛陀佛慈悲平等的主义 终于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优伯离本是一个守陀罗族的剃头将 后来在佛陀的弟子中被奉为是十大弟子之一 摩登茄女是守陀罗族的一名贱女 她为了爱恋阿难的美貌 受佛陀的感化而即刻证得阿罗汉国 由于这些事实证明 旧有的阶级社会 不得不在佛陀大慈悲真平等的主义下 失去统治者的力量